如果我实质制造机构武器 操作失误把国际空间站给打下来了 我会受到哪个国家的审判 什么罪名 大家都知道国际空间站是由16个国家联合建造 由美国 俄罗斯 加拿大 日本等等国家 这些国家通过国际协议合作 共享资源和知识 在地球轨道400公里的位置 费尽千辛万苦 才建造出这么一座国际空间站 空间站由几十个模块组成 这些模块包括可以居住和工作的实验舱 以及能源舱 通信舱 供应舱等等 几乎人类所有的高科技都扔上面了 从1998年开始建造 二十多年时间才出界出行 相当了不起 这里补充个冷知识 中国没有加入国际空间站 也可以说是他们不带咱们玩 这里就出现问题了呀 关于我施造机构武器击毁国际空间站这件事 估计国家只能把我交给联合国军事法庭继续审判 另外美国肯定也会把我列入恐怖分子行列 完了呀 指定没好果子吃 黄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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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菇